今天的專題演說 邀請到前入法代表 宇慶隆大使 現任中法比瑞文化經濟協會女士長 宇大使在退休後 實現他退而不收的規劃 不斷將他40多年來的外交工作經驗 運用在職涯分享宇世代長城上 每個場次總會引起許多的共鳴 相信今天也能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現在就讓我們掌聲歡迎宇大使 一段超過80萬人自點閱的影片 讓台灣布袋戲聞名大國 這是前進化代表宇慶隆 行銷台灣的表演片段 用布袋戲去開場的話 會讓睡覺的性過來想真睡覺 宇慶隆的布袋戲表演沒有固定腳本 14年出發經驗的他 在大大小小的場合表演過 總是創造出經典台詞 阿國 這是前進化代表宇慶隆 行銷台灣的表演片段 用布袋戲去開場的話呢 會讓睡覺的性過來想真睡覺 吳慶隆的布袋戲表演沒有固定腳本 14年出發經驗的他 在大大小小的場合表演過 總是創造出經典台詞 突然就冒出一句話 很精神的台灣 這一句話呢 被你幫你的媒體選擇 你自己去演 吳慶隆認為 有機外交官對搶的充具 像國際行銷台灣 能鎮定台灣 形狗瘋子的夥伴 有行銷台灣的運轉 謝謝 Everybody can do that 你們都非常有機會 此時中心 大家一起來做國民外交 沒有 剛剛是中文的操作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科務部署長 韓院長 李子仁 還有我們的練功 因為外交部也會 也會大型性 也很加練習 所以提到你的性 我就覺得很敬切 我們的主任 各位 親愛的 兄弟姐妹們 大家好 今天呢 其實你們剛剛不鼓掌的話 我也要講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對我來講 我是中華民國台灣 訓練出來 培養出來的 外交專業的人 如果我從事外交工作 不改其次 退休以後呢 我當然繼續努力 成為一個優勇的人 按你一定有興趣 去知道 按你怎麼做到的 其實呢 我天天都很快樂 不是因為我的18% 明年才會結束 也不是我的退休年金呢 要心理準備呢 明年會減少 這些呢 都是你會去面對的一些挑戰 但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大家 從不同的角度裡面來看看 在面對非常特殊的 國際處境之下 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辦外交 那把這個場景 拉到你本身 拉到國內來看的話 那就面對不同的挑戰 請問你的機會在哪裡 你憑什麼去爭取到你要的機會 那麼以國家發展來講 國家競爭力 當然是最重要的平均 那今天的簡報呢 會比較越累 第一個先跟大家說明 我不選農統 我不選立法委員 我也不會跑到高雄來選市長 所以今天的經驗分享 純屬分享 我沒有意圖要說服各位 有接受我的看法 或者贊成我的看法 都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有Q&A的時間 甚至於有作談的時間 任何問題都歡迎你提出來 我也希望在今天這一場 年輕人跟林法族之間 大家的對話 能夠把我問倒 這句話很重要 聽清楚 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被問倒過 如果你知道 我在外交部當過發言人 發言人知道好 身邊發言同一個發言 天天都在考試 那在國內工作完以後 到國外去工作的話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經驗 有不同的挑戰 當然也把握出不同的機會 去行銷臺灣 去讓國際社會 能夠進一步 合理的 壓解臺灣 認識臺灣 更重要的是促進以後的 步驟合作跟交流 在我搭高鐵 今天下午到左營站的時候 因為我早二十分鐘到 所以我在那裡拿來一盒 一盒高鐵的餐盒 我在坐在我的隔壁 就有一位 我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 那麼我就跟他聊起來 那麼聊到後來 原來他是波蘭人 他跟他的男朋友 到第三次到高雄來觀光 他很喜歡高雄 特別喜歡我們的天氣 今天這裡的三十度 是他們那裡 已經冬天了 十幾度左右 十度左右 他的男朋友 就是要今天搭車到台中去參加 為法國環化所預選的這些交叉車比賽 各位 如果剛剛在那裡等我們的 這個家成來接我之前 我看著他 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吃我們的便當 可是我把手伸出去 我幾句話就把畫甲子打開 他一開始 當然他會問 你是在做什麼 當我告訴他說 我對歐洲有某種程度的了解 對法國有相當程度的認識 各位 一個外交官講 相當程度的認識 相當的十足的意思 跟他那一聊聊起來 他把畫甲子打開 我們從跟他的對話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可能 溝通 各位 今天我們很感謝 以前大家沒有聽說過的像這種對話 以前在學校念書 或者在外交部工作以後 當然也有不同的機會 去跟不同的領域 特別是非政府組織 就是民間團體 我們知道學理上 第一部門叫做政府部門 勞動部 這個就是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學理上在第一部門 第二部門叫做Profitable organization 就是企業、營利、繳稅等 這叫第二部門 相對於GO叫做NGO 相對於PO加NPO 這叫第三部門 有人把它稱為第四權 那不管怎麼說 今天一個國家 你只要看到它是一個正常發展的國家 那麼它的第三部門 一定會正常的發展 也就是說 你會看到一個成熟的社會 它的公民社會的程度 就一定會自然運動 今天在台灣 我想大家都同意 我也先聲明 我已經退休了 現在已經沒有人幫我烤雞 所以我想講什麼 我就幫我所知道的 我薅緩的跟大家分享 我不必徵求你的同意 你也不必一定要來肯定我 因為屬於這互動當中必然的滿面 那今天的八卦 我們一開始大家就注意到 這個POP1 我先聲明 POP1是為了要讓大家知道 我大概有哪一些方向 但是今天的報告 我不會根據我的POP1來逐頁解釋 不會 那我的做法是怎麼做呢 我試過了 回來台灣剛好兩年三個月 那我是POP1放著讓它走 每十秒鐘跳一場 那一方面可以看看你看字的速度 那一方面你聽我講 那我跟各位報告 那我跟各位報告 在這種方式進檢過程當中呢 你一定會做惡夢 為什麼 你可以同時接受到兩方面的訊息 那因為時間有限 各位想一想一想 一位從事外交工作 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的外交人員 他有多少故事可以講 那我也不必下午各位 我都說三年三天 我也不必這樣講 但起碼我們針對今天的議題 大家可以去參考的 我們剛剛從波蘭在火車站 碰到這個情形 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溝通事態 如果說 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天我女兒回家 她跟我是道化 我訓練高等商務學 回來又在外交公司工作 那我一天他回家說 爸爸 我隔壁面的同事 怎麼樣怎麼樣 他又講了說 你生氣對不對 對啊 我說你生氣 你同事答案你生氣 我不是不知道 不知道 我說你生氣 你同事不知道 也這樣不太好了 那時候為什麼 因為假設你生氣他不知道 哪一天你不小心氣死的話 他也不知道你怎麼死 你說爸爸你怎麼這麼說 我說是啊 就是認識這可能性的事情 他問我說怎麼辦 我說我告訴你 我給你建議 現在爸爸媽媽都很孝順 所以小孩講話都很溫柔 然後我給你建議 你把錢買給你 看對方每天生氣神 心情不錯的時候 你問他婆婆婆 我一樣事情 好像我有什麼不了解的地方 請告訴我怎麼回事好不好 告訴各位 我跟他這樣建議了以後 我祖祖等來兩個禮拜 我都沒聊 我想說 哎呀 上次你問我那件事情 到底怎麼樣 爸爸小事一樁 誤會 各位 今天 我們大家看到說 淫法族 成為國家的問題 今天我們看到少子的話 成為國家的問題 我要跟各位報告 這個問題 就像我們 科副署長剛剛說的 全球都遭遇到 換句話說 我們連台灣 那國會比較難 倒過來講 今天如果我們國家 有可能 有機會 有資源 而且大家都有 有心來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的話 當然一方面 我們要感謝各位 感謝我們的國民 因為大家都存在 因為我們國家的運作 最主要還是偉便利 政府 政政部門 它有一定的機制在那個地方 怎麼樣去落實 國家領袖 或者是政府 或者選出來的總統 機制上民主機制選擇的總統 要去執行的計畫 這一些缺一不可 在台灣 我們盡量行刑後面 我跟各位報告 我在法國 以後去商賜 法國知道 大家都知道 巴黎 大家都知道是花都 最漂亮的地方 也是花錢之都 什麼東西都很貴 我一個人非常過分 千千後去商賜 一共16人 這樣過分 超級過分 那當然 過分的不是只有 在那裡待到16人 我們也實施戰將的 為中華民口台灣 做到不少的事情 不少這裡就是很多的意思 那聽到的人 等一下你們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幾個可能 第一 努力就有機會 我們剛剛講 年輕人 英法國 我們的溝通 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是在交替 是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我們的溝通 能不能做得更好 這個呢 就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大家不要覺得不一樣 哪有不正常 我告訴你 不一樣才正常 哪有可能說 我出生這一代 對事情的看法 跟你們出生這一代 事情的看法 我的看法 跟你的看法一樣 不可能 而且不應該 這樣就是民主 對不對 那麼在這裡 第二個素養 我們要搬出來 因為這個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議題 是有直接關聯的 民主素養 我們又這個民主素養 大家都知道 尊重包容就是民主 對吧 那對我們來講 今天 角色 我認為 我的生活習慣 因為以前 我們生活在平常的世代 所以 人家都騎了 那 有時候 我們會跟小孩子 建議這個 不要浪費 天天寬 水不要浪費 帶各位到巴黎去 巴黎當然是賢金國家 是的 他很賢金 可是呢 他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一大堆加三喜 那就是照這個意思 我們看到 法國竟然可以選出 39歲的總統 各位 這是電腦性的這個局面 那今天 我們看到 奧地利的選舉 31歲 他們的宋兒31歲 也許在那32歲內 可能會當選奧地利的總理 各位 你能想像 在中華民國台灣 哪一天 我們可以選出 39歲的總統嗎 當然 也許你會享受 39歲 也許比較困 我們倒過來念好 93歲 也太好了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說 在西方社會裡面 因為他社會結構的不同 因為他教育培養的環境不同 因為他歷史發展的性不同 因為他今天所面對的 國民生活挑戰的程度不同 那當然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有一種素養 今天大家要隨時同時自主 我們撥避四百個全數 我們在外面 尤其在外國去商機的工作當中 那裡的僑胞 尤其是外國團體 只要有機會請我去 我都願意去亮相 因為你大使到場 他們會請打實來支持 甚至於請我去做專題演講 剛剛PowerPoint 你都知道已經看過了 我們為什麼有可能 為澎湖最美麗的海灣澎湖灣 爭取到加入世界最美麗的海灣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努力三年 因為我們到Van那個地方的福人社去演講 那麼去演講之後呢 剩下拜會市長 拜會國會議員以後 還有半天的時間 我想一想 我們不如來看看這個地方 為什麼它的觀光那麼發達 因此呢 我們到台灣觀光群辦公室 就在海濱的 就在那個港口的旁邊 你進去一看 不 那個觀光群渠道 它也是無能設的設 這個談話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聊得非常好 我就問他 你們這裡有什麼國際性的活動 我們台灣來當成功 說有啊 我們這裡薩克斯風的這個 國際音樂 下起 什麼音樂節的話 世界有名 各位 台灣今天是全世界薩克斯風 第三度的新台國家 薩克斯風是法國人發明 第二生產國是日本 我們台灣來第三 全世界有兩百多個國家 超過兩百多個國家 台灣來第三 所以我就跟他講 好 我想辦法來 我想到後裏 想辦法把團體送過來 然後又搖別的以後 我都會讓回來 我說 Echo 什麼樣才不看 有有有 這個人叫Michelle Bota 我說 我們這裡是世界最美麗的台灣總部 有這回事 我就說 好 我就把他想到平和 因此 我們先請各位看一段 這些都要跟各位說明 努力就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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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湖之美 要上世界舞台 跟世界三十七個海灣各領風騷 成為世界最美麗的海灣之一 工程要歸功於駐發代表李慶龍 他希望自己是最高興的人 洪湖海面 南海的頑皮 五萬五季的白色沙灘 巨風色的夕陽 返款下沉 奇美的新型石墨 向雙壁圈住一片海洋 洪湖獨特質樸的美方 到過選成為世界最美麗的海灣之一 美理之披靡的是 正義山頂的大橋 海水閃閃發光 越南下河灣不但獲選為世界 其他襲擊也是最美海灣的 當然成員 法國盛領西爾山 潮雪清流開的岸邊 更顯靈近 最美麗的海灣成員 還有大陸青島 世界勁敵 各個有來頭 洪湖好不容易通過層層關卡 駐發代表李慶龍 船林五線 百里推銷 好多年 穿越南越外星去看工作 自己也去看過 所以我知道 頭部的美人的美食的是超美 這是高興的製作啊 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1997年成立 是隸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致力保護天然海洋資源 諸華代表樂當翔島 見人就挺澎湖之美 而不去年在VK雜誌 任期選為十大十萬桃園島嶼 現在又有世界最美的海灘響亮名聲 好天然美為台灣對國際上大大露臉 提供您的期望中的文章 會議論海洋到 我們來看訪問 這個議題 讓我在今年的四月 跟上一個月 到我去訪問的時候 我倍受抵禦 很多人看到我 都像今天 剛剛也有人跟我說 跟我講說 大神我幫你 我說為什麼 我在電視上看到的好像就是你 我說是 我可以跟你證實 你看到那個 真的這是我 要跟各位報告 我絕對沒有比任何能力 我只是try my best 我敬起在我的裡 跟我們談音法族 我們談年輕人的就業 我們談社會融合 我們談國家發展 我們談經濟競爭力的提升 每一個人 一個社會 你僅僅僅就是愛台灣 僅僅就是愛國家 我們這些外交特考機構的 派到國外去 因為外交國防是總統的權責 所以派鏡髮的動作 我的部列應該是總統簽署的 然後換句話說 我在國外工作的時候 我會因為總統看到了我才看眼睛 我們今天要的是務實 我們要實實在在的舉動 所以相對的 各位 你我都是國民 都是社會精英 你能不能一方面要求你自己務實 同樣的 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跟權力 要求政府在落實營法族照顧 或者長照照顧 或者青年就位發展的時候 不要放煙火 我要你回答 我不是好看的那一剎 我要的是永續發展 因為我在法國待過三次 對於法國的各項發展 有必要性 有職業性的需求 所以我們會去注意它 那我也在新年華待過 我們要推動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大家都記得 我們曾經1999年 不是1998年 1999年 再努力 13年之後 我們可以去參加成為觀察員 那麼結果 從今年開始 我們又接不到壓請函 那這些的轉變 對一個專業外交人員來講 我們有一方面無限的感慨 可是相對一方面 我們也覺得不必就此 這個自我兩斷 為什麼 你總之 在國際社會的權益 是以真萃 財 社會的發展 它有一定的動力 因為需要 才會產生這些動力 因為需要 才會去思考 我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們想說 以前各地的 就越有國務中心 現在可以把它們結合起來 期待的是什麼 發揮更大的效益 當然也希望的就是我們的國人 成為收益者的同時 怎麼樣告訴我們的下一代 不是只有這個中階中高裡面的 還要告訴下一代 努力才會有機會 那如果我們從澎湖這個例子來看 因為第一個 我跟各位講 用一個詞語大家都很習慣 因為我們很激婆 因為這個案子不是外交部教我做的 我們去那裡找到時間 想到屠湖 想到時間最美麗的海灣 所以前前後落 為什麼要三年 因為天津在裡面 我們要去的話 加入的話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送資料 第二個在年會裡面做陪審編訊 第三個實地勘察 第一個沒問題 資料全權的條件也夠 第二個我們要到大會裡面去做 企業的時候 散熱價格 印函都是法國以前的知名地 我們竟然考不到簽證 是很不應該的 你會去那裡 我跟布林隆講 我說布林隆 這個沒有道理 你這個世界最美麗的海灣 不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 為什麼會有這些困擾 他也能夠活到 告訴各位 因為我告訴他 布林隆我告訴你 我平安我沒去 我絕對不霸手 結果我們跟他一起很好的互動 大家到最後 你看到他願意支持 也是我們的規定 他修改內章 讓一個國家可以 兩個最美麗的海灣加進去 好啦 老天爺方有幫他回到規定之間 接下來他要實力看察 各位天下事後 做什麼事你進行在 你那邊請看 對 你一走你就有幾回 結果他們要到布林隆考察 實力看察的時候 搭的是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 因為其中有一位瑞典的處長 一位處長是他們理事會的人 護照相機不滿半年 但是你們只要出國 五十學期沒辦法 你就要跟你們一起去 你哪是沒關係都沒看 他不讓你上飛機 結果泰國在戴高雲機場 這位處理航空的這位小姐 超級用功 超級認真的 怎麼說都不一定不行 不能讓我打電話跟我講 我說沒關係我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說我做法證 我打電話一個禮物區 在桃園機場 大家知道好 其實都各位出國都會用到的 那麼請他們的協調告訴國泰 國泰也都沒有問題 到最後呢 這個小姐超級認真的 非常的執著 各位以後你看到國家公務員 她如果很執著 她有她的規定 你們要回答她 如果設施處理的話 你也會覺得 你這是刁民 你也會說他是刁官 其實這個溝通是有問題的 到最後呢 我們請了國泰的總督导 寫了簡單的幾個字呢 傳過來以後呢 各位小姐 我說我沒有看到白痴黑字 還不算 我說拜託你辦公室 你打個電話查一下 不就有 我是大師 我講的你不相信 我說我不是相信 但我要照規定 聽清楚 我要有白痴黑字 就是他沒有錯 沒錯 放鬆 雖然我也會罵髒話 但是我也會罵出來 不必嘛 溝通嘛 所以他電話一打 果真氣了 放鬆 放行 各位 就在官腔前五分鐘 這個團來請行 他們來考察的時候 是什麼呢 十月的時候 現在找到 十月四 東北季風 每年地形的道土屋去問好 結果呢 沒有想到 那三天 他們在父母期間 風平擋靜 好像夏天一樣 這三個人 這個考察長 三二四個人 幾乎想跳到海裡去游泳 等到他們一看來 就這麼美 就說 怎麼這麼漂亮 怎麼會打他 各位 如果我們在這中間 沒有跟他去互動 沒有跟他去 大家維持好的關係的話 到最後 他們偷過來以後 如果在巴黎的成本櫃館 開會 通過以後 不會弄 跑出來 大使 好消息 通過了 各位 哇 說多高興 當然我不必誇張地講說 我突然間覺得一條手帕不夠用 沒那麼嚴重 所以呢 我就趕快打電話 告訴中央社 中央社 記者超大使 這個人 你都沒有搶檔 但現在還是 你有什麼感覺 我說 有啊 我感觸良多 今天我是全世界最高興的人 不是這樣 各位你想一想 這件事情如果是對的 你有一年沒出來 你可能不相信 第二年 你可能算了 這樣就沒辦法給我做 對不對 各位我跟大家報告 我在外交部 前前後 我有三十九 將行政院休息 三年兩個月 我的考試只有一次一等 百分之夾 不是說我比較好 因為我很年輕 那為什麼有一等呢 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 跟我們在生活的態度上 跟我們年輕人 還有這個 民法組的互動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因為主派單位 行政單位 考試 家庭有一定的理念 我們院長都知道 對吧 所以 我們那一館在和館的時候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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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講的會議會是根據中華民國 包括大陸地區 十幾個金剛的會議會 結果我們有決定說 推出來 當時因為這都是過去的事情 但是我認為作為現代的國人 我們要知道他的背景 這樣你碰到外交營運的衝擊 國際參與的挑戰的時候 你就不會那麼生氣 你會健康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法國都贊成、支持、提議 台灣平行代表制 就是說你安理會的機會交出來 中國要進來 就交給他 他人口多、地道勿國 安理不要退出給國 那個時候這個案件 俄羅斯當然是反對的 蘇維安社會主義的方向 叫蘇維安社會主義的方向 那時候呢 帝國政府基於漢賊不兩立 所以我們就要漢藍的 尊嚴的宣布退出 各位 你不要覺得說 除了退出以外 你不接受那個原則之下 退出會有什麼結果 為什麼 因為當年 二二八零兩提案的 二七五八二決案 不會把你趕出來 在這種慶景之下的話 你要怎麼做 今天不必苛責 作為現代人 你就要那個勇氣往前看 你老是回頭去計較 去走悲親主義 落落的用 我從事外交工作 請坐四十二年 各位先進們 你們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不管人領的多少 一定有三大要件 第一大要件就是實力 這個實力跟我們今天議題是最關鍵的 我們剛剛講實力取向 我們這個任總經理 任總市長在這裡 他有沒有實力的話 很抱歉 你就會被編緣化 請問 什麼叫做編緣化 趁你還沒有打課生之前 請教你 什麼叫做編緣化 編緣化 對 就是 這像是面醫師被排名 這一次的 就是自己一個人 對 他就是 今天 他就是 讓我講 你 你不管怎麼講 你要想辦法把它講出來 你再不講下去 講一個完整的 編緣化 就繼續問下去 請你拿麥克風 好不好 來 練習 站這樣 出來 在前面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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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我們這個是叫做實務演練 各位 不管你做哪一個行業 你都要懂得溝通 尤其是面對公開的講團的機會 來 我再請教你一遍 什麼叫做編緣化 你編緣化有什麼辦法 如果說以我自己認知的編緣化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比較沒有走出去 就是常常都是以自己啊 就是不會想跟別人接觸 對 然後導致就是沒什麼朋友這樣 我認知的編緣化是這樣 好 各位 我覺得來講得不錯吧 補長 我現在呢做技術指導 你因為有點緊張 那我要告訴你 你的緊張是正常的 也許沒有人以前找你這樣做過 那你剛剛起來的時候呢 你要講話的時候呢 男生女生都一樣 你要點天立地 你可以走動 但是你身體不要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的解釋的內容 那個倒沒關係 重點不在那裡 對不對 重點就是你使用麥克風 可以做得更好 各位 今天我們懂得溝通的話呢 麥克風的使用 是不是很重要 我告訴各位 很多人 唱卡拉OK 都唱得很漂亮 對不對 你會想你的美妙的聲音 讓它出來 大家要記憶我 非常印象深刻 震撼性能 都很快樂 對吧 可是呢 你拿麥克風 你剛才拿來吃 對 我要不要 各位 你記住回去 小時候沒試過 阿秋巴 記得是這樣子 或者是這樣子 也沒關係 跟你的嘴巴的距離高一點 那你一定說 可以打什麼 我如果拿這樣的話 照相不好看 沒關係 照相就算你放下來 照完你就再拿回來 我們溝通 這個就是技巧 對吧 要很多人 不相信你試試看 我們辦外交 比如說 外交有小事 什麼叫小事 賣鍋 用的好不好 就是小事 部長要跟對方的部長 在簽什麼協定的時候 什麼都準備好了 結果要簽字的時候 那支筆寫不出來 沒水 這小事還是大事 就是阿 你生活上 我們是不是需要培養 我們的下一代 也許是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 五小事 我們沒有推動各項職業訓練 也是一樣 我們要做烘培 你少了一個東西 麵包發出來以後 比你那個櫥櫃還大 你怎麼辦 那我怎麼脆掉 你幹嘛 那花姐老師 你剛剛講的解釋 是對的 絕對是可以接受 依我簡單的說法 變成話 沒人會喘你哥的變成話 那你懂嗎 我 OK 那你剛剛知道 我們講的這個技巧了 現在請你站到中間 再講一次 我的認知變成話是什麼 剛剛大使的認為 沒人會喘你就是變成話 我很不贊同 為什麼 來 三分鐘以內解決完畢 再來 謝謝 大家鼓掌 跟大使說的 我認同 因為就是 真的就是 邊緣話就是 沒有人理你 因為你是 因為我覺得 會邊緣話是 你自己放棄的自己 你自己放棄的出去 跟別人相處 溝通 接觸的機會 所以才導致你邊緣話 所以我希望 大家可以 年輕人啊 可以多出去 跟大家互動 這樣才不會導致自己 自己邊緣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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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送你一張 信用卡 我的名片 不要緊張 我的名片 我送你一千年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我為什麼要說 要送我的信用卡 因為我的名片 全外交部門 只有我這一張 是我自己設計的 各位 千萬不要拿這張去付錢 人家預算很貴一點 我上面有排名 我上面有排名的地圖 還有一張 不高不重不帥的照片 那個人就是我 我 這一張照片呢 各位小地方 外交部呢 還有人秀 還有人很講理 因為住外人員呢 跟人家互動 當然要有名片 對不對 我們就有立法委員 超級關心的 這家部 什麼意思 住外人員的名片 都不統一 結果外交部 真的啦 就設計出三套 統一的 讓你們選 各位 在這個規定當中呢 這三種呢 要以後大家要遵照辦理 還有加一個說明 加一條 如果你原來印的名片 還沒有用完的話 你可以繼續使用 各位我的名片 一直都變得用完 哈哈 這個叫三個轉 你怎麼找的 你拿到我這張名片 我保證你會記得 台灣來的這個人 你忘掉你勸紅沒關係 起碼 我告訴各位 這就是行銷 這個就是狗辣 那為什麼我要這張想出來呢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有國旗 1964年我們宣布跟法國斷交 戴高洛將軍派Petschkov 擔任他的特使 帶來一公戴高洛的親皮函 這份函呢 在外交檔案裡面 我曾經調出來看過 因為我是外交部 歐多士的科長 主管法國的業務 所以有足夠的理由呢 調出來看了以後呢 上面有一段 我必須跟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達國發展關係 那麼那時候呢 我們也是基於漢賊不良力 又基於非洲很多國家 是三四幾個國家 是外國人生命體 甚至怕骨牌效應發生 各位 所有擔心的全部發生 所以到71年的時候呢 我們又接受平行代表制 所以1964年跟法國斷交 那個時候靈魂斷真的經歷不是很多 所以沒關係 但斷了一根二鏡 連代表數都沒有設定 我是1980年 從台北外交部派到法國去的 法國外交部知道我的底細 我們一向增加清白 也沒有欠佔 結果呢 我去 進門去了三次 在八年期間 我們能做的能想的 能敲的門 我們都盡量去做 敲門哲學 是我們的工作理念 各位 不管哪一個年齡場 你要做事情 你要找機會 你是不是該去敲門 你有沒有敲門的勇氣 你的心臟夠不夠強 強到去支撐 我可以面對挑戰 各位挑戰不一定是壞話 不一定是壞事 我們講說把等氣困天都用 怎麼來的 背後你有實力的話 你就不怕挑戰 到底就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今天在台灣 我們大家珍惜台灣所有的 這個已經結束了 這個檔案呢 我留在會委 裡面那些漂亮的照片的話 我建議各位 你喜歡的話 你就留下來 歡迎你使用 如果你公開使用的話 當然是會奉送 公開使用 如果願意的話 你每一次註明說 是我拍的話 就沒有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你通知我一次 你每次使用一次 註明那是我拍的話 就沒有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你通知我一次 我就每一次付你一塊歐尾 感謝你看得起我的照片 因為世界上最唯一的照片 好像最好的書 還沒有出版 所以你只要不斷的努力 你就會天天快樂 你怎麼摩托的事情 我要告訴你 你會加速老化 你信不信 不信拿賭一塊錢 最好不要跟我拿賭 因為我是嘉義人 好 那我為什麼要把這一段放出來呢 這一段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把握當下 我們都知道法國全世界 第五大經濟體 或者第六大經濟體 那為什麼還有一個獲則呢 因為我2015年回來 2014年的時候呢 在算各國的GDP的時候呢 英國呢 把性交易收入所得 納入他的GDP 結果英國變第五名 法國變第六名 法國人說 啊 你的媽呢 我法國是不要 我要像你這樣算了 我要嚥一跳跳 各位 法國人物質 從這個地方 輕鬆內裡可以看出來 他們在問是實質 所以為什麼我剛跟大家報告 我們做事情的時候 不要在乎那些煙火 一過去就沒有 要的是實質 你想想全世界太空領域裡面 除了美國之外 第二個國家就是法國 它有這種能耐 那麼就我們來講 台灣的國防安全 我們需要把很多的國防設備 我不講軍事設備 所以法國 美國之外 俄羅斯第三個就是法國 是不是很厲害 超級厲害 那麼如果今天 你知道 我們在法國期間 不斷到處去行銷 各位 外交人員 就我來講 就是國家的Size 我們署裡面 我們各個公司裡面 你要不要Size 你要不要Marketing 當然要 既然要 你要做的 你要爭取的 就是人家對你的了解 這個是communication 這是不是重點 對 好啦 那在這種情景之下的話 如果你知道 我們跟法國 沒有關係 沒有方交的情景之下 我是具有官方聲論的 這個外交人員 我派到法國去 他們到台灣來處 法國派到台灣來處 我到那科長的時候 派來台灣的法國 戰牌協會的主任是誰 是一位從新加坡 任所大退休的大使家 都很好的 退休 退休以後再請他出任 現在法國政府派到台灣來的大使 是現任的職業外交人員 我要請問你 台灣本身要沒有一定的實力的話 法國會不會這樣做 答案很清楚 如果你知道今天在台灣 因為現在剛開始了 我以今年六月的數據來講 你大概很難相信 在台灣我們接待 一千八百位法國的留學生 在台灣念書 一千八百位 而在1982年 十年 以法國來講 1982年我第一次去 我想我去的時候 你應該還沒有出生 1980年跟你不關 你不平常過 年輕絕對是資本 那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在法國台灣的留學生不到三百個 現在最少三千五百個 我們跟他在沒有邦家的親戚之下 兩國的教育部 可以簽署學術認證的和諧定 然後呢 我們在那個地方 高等教育就是 包括我們高師大 包括我們中山大學 跟法國的高等學院後的大學 都有合作的這個協定 加起來四百五十個 為什麼他可以合作 我們國內的各等級的高中 跟他們的高中合作 有超過四十個 各位 我們要勇於走出去 勇於敲軟 勇於溝通 那如果說外國人到台灣來 我請問各位 你有沒有機會把小車子去 裡面帶微笑 當然我剛剛跟各位解說 我在高鐵站那邊 有那麼一個機嫌 我不一定要他 我不一定對他的所需求 可是當一個不日式的人 在一個地方 很自然的跟你 是站著聊天的話 各位 這個叫做共眾外交 如果我出國的時候 背後人家一直到 你是台灣來的 你的現象就是怎麼樣 我們在六年前五年多前 跟法國政府爭取免簽證的時候 我把所有人都公完了 什麼的 再加一句話 請你們了解 在法國的監獄裡面 不斷的台灣人 各位 不斷的不斷的 這邏輯上可以動 結果他們說 對 你們台灣人民都很善良 很少出問題 那有些人也是很少出問題 各位 有些人這個問題都不大 很少就是還是有的 但那個都是小事一狀 你今天在台灣 我們的優質條件 法國人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不然他怎麼會有這些 這些表現 這些動作呢 那相對的 法國呢 我也跟大家說明 在我們爭取 歐洲就是 真根簽證國家 給我們免簽證 各人要修法 修法 歐盟一定要修法 才能夠過 那時候 二十七個位 完全同意以後 沒有人反對你們 才能夠拿得到 所以 我們就看到 到最後呢 法國是第一個 歐盟國家 第一個 公開支持我們 取得身根免簽證的國家 這中間有一點 我要跟各位報告 請大家分享 看下到 我們在努力的 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 我們國內內 有一些長官非常英明 他特別要 隱奉我們的全國人 也知道說 我們這方面的努力的結果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三不不死的時候 就對媒體講 我們預期在什麼時候 可以拿到免簽證 我告訴各位 你這個叫做 討打 那些討招很出爐 你知道你的處境特殊 那你為什麼在實際 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怎麼樣 你以為你這樣講這些 對不對 你讓對岸的人知道 以後 你薪水會加寬嗎 你這不是愛好玩 我們辦外交文都知道 誠得住其 拜託 因為我們主定 這麼特殊的經典之家 各國大家國內 有多少人一天到好 在看我們自己的報紙 然後跟不該通達 通達的地方去通知他們 各國大陸看我們 講出來好不好 各國大陸看我們 也一天到好認定 那你這些事你一定要講 你不講會怎麼樣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辦很多行務的時候 我們這些支撐的 我們知識的公民 做事有很多經驗 那在這裡呢 我跟各位報告 我是嘉義中學 民國55年畢業的 我們昨天前天回到嘉義去 大家從台北 也從高雄 也從台南回去 我們那37屆的畢業生 我們昨天有120個人 70歲的活動 各位我70歲你的害人 可以相信 我真的是1947年10月23號出生的 那結果呢 我們看到一個可能 大家一定要想辦法 快快樂樂的過日子 我剛剛包換了一句話 為什麼我要不快樂 很多事情 淨由現在 環境的淨 心淨的淨 那麼在你努力的過程當中 你不可能試試欣賞市場 對吧 如果試試欣賞市場 上帝早就失業了吧 要跟你講 那麼在這種情景之下的話 要不要回過頭來看一看 我是不是做足夠的努力 我是不是在態度上 跟年輕人交互動的時候 分享的時候 我能不能讓他們從心底裡面知道說 喔 你是值得敬重的 有經驗的人長 怎麼樣要創造雙眼 這個 如果你把我們跟法國之間 大家透過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領域 去創造雙眼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 我們年輕世代跟文化世代 大家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這些都是存在的 那問題 這是第一個 我剛剛已經講過 大家一定要照顧你的身體 你身體不好呢 你情緒就不好 處理事情 講話的態度呢 可能你心無惡意 可是對方聽起來 怎麼這麼刺眼 那當然 就年輕人來講的話 也許長一輩的欣賞 可是那個欣賞 難道我有錯嗎 對不對 更何況現在 有很多人說 我們的年輕人呢 缺少抗氧疫 你身體不好 我告訴各位 我們如果生活在現在 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請問他們有錯嗎 這為什麼彼此的溝通 彼此的亮點 將心比心就很重要 你要談合作 合作就是追求雙眼跟多眼 對不對 不然你怎麼去永續經營呢 那這一段要放出來 主要是請大家看一看 這是一個主流 一家主流電視台 叫EFBusiness 現場 現場 一個禮拜才一集 一集而已 現場 聽 看的觀眾 340萬人 對 當他準備好來以後 20天之前 打電話告訴我們 要播這個台灣的點擊光光 他告訴你的就是 點擊光光 沒有給你要問談什麼系統 只提東謀 還好呢 我剛講過 我們呢 也是身兼百戰 提到 哇 因為這個很有名啊 當然馬上答應 各位 很多事情 你一猶豫 機會就沒有了 尤其法國的媒體 各位 我們也很趕 為什麼 為台灣當然也很趕 一點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法國TV 就是美國的CNN 就是法國的CNN 當他們打電話來 拿到我們辦公室來的時候 請我們去上節目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同事講 先說 V V就是好的意思 然後呢 時間怎樣登錄下來 怎麼聯繫 這些該做的做來以後呢 我告訴各位 只要有機會 我們就上媒體 我一毛錢 沒有放過公告會 不好意思 那在動心之下的話呢 人家一看 喔 這麼爽快 所以呢 只要有議題 他會找我們 甚至請我們去上LIFE的節目 報告會 國際廣播電台 還有十二種語言 波音 其中呢 有一種 就是法語主要的 固定 全球固定聽眾 是台灣人口的兩倍 各位 我上台講 半個鐘頭 這些對我來講 就是我困難的工作 我沒有比任何人厲害 我只是認為該做的 對的你就去鼓勵 就這麼樣而已 沒什麼特別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想像 上睡覺 我今天三重複就夠了 那麼這一章呢 為什麼這一段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 稍微把它中文對話通風翻出來 你看看 讓外國人知道 在這個機會裡面 我可以去做什麼樣的溝通 那做什麼樣的溝通 我們通過不同的角度裡面 不同的面向 去告訴法國觀眾 然後到最後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來看 一下快要結束的時候 大概你們沒有聽我講過話 我放出來給你們聽 看看我講過話 你講得怎麼樣 對 那到最後呢 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想到 我猶豫要五秒鐘 人生也會有猶豫的階段 但你當機率一段 就很重 你知道嗎 這裡呢 快結束的時候呢 我想到 要不要把SBC 介紹台灣的東方子 搬出來 我猶豫不猶 到最後完事來出來 我猶豫不猶豫 我們在機率一段 你會不猶豫 我猶豫不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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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來 最後很高興 他跟我謝謝 我們當然也謝謝他 他說 到時候你很討厭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齁 我這個節目看的人多 他我注意到齁 你會搶著講話 電視節目 談話節目會搶著講話 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更後果我不要花一花錢講廣告 我當然搶著講話 對不對 那對我來講的話 我剛剛一再講過 溝通超級真 現在來看這一段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剛剛莎莎有些傳統市場 買了花又買了酒 只是到底他要去見什麼大人物咧 欸 不要來囉 請只怪不到 台灣歡迎您 各位這支照片的一百公分高 我們拍起來 掛在耳朵的錄影上 走到這裡就知道我們台灣的家道 你剛剛看到的 鍵頭有兩片這個 這支照片就是我拍的 請你不要以為我會做師姿的照片 拍照 我們這個環節的講中文 觀眾朋友,這一棟臺灣自發的大使館 那本身可是一棟有力 它是V7040代的路易十五國籍的建築物 那麼地板教堂平常來台這也有另外一段不錯,蠻有趣的 那我們現在口味進入深入之台 那這些剛好建國百年的時候來台的 對我來講,辦外交不是適合到外國的表情 對我們國人更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會的要辦活動 不是只有對你管人 我們應該想辦法透過媒體 讓更多人去瞭解,我會退去做什麼 法國啊,他們有時候來做客都要帶一點小禮物 就特別帶了太亮的蘭花,我們就給你 那我就不敢出蘭花 在法國現在的蘭花,好像是50是台灣區 90年代沒有那麼多,又很貴 這個要感謝台灣 現在大概有6個台灣人在民眾 新兵不敗 尤其聖誕節快到了 但還有花園沒有,哎呀,在這裡穿空也太辛苦了吧 所以他說來,這是一個新兵、逸風大師的作品 好,聖誕 1995年我們開這裡掉到海峽區的時候作為了 我們的年輕人回來沒有想辦法 可以國者,他也接煙桃 我們都是說 大師你放那種 那種植桃好吃嗎 我說哪有植桃不結果 所以我們驗證的結果是會長植桃 但是都被聰明人要吃了 所以這個格子也是大吃 哇!厲害! 當時你以前有主持過節目嗎? 我上台見了 你現在到台演講行銷台灣 真的! 我就是想這樣子講 我們之前有台群主持了 你怎麼沒有人道理啊? 你好,今天那裡好,因為我好輕鬆喔 就好,你就好輕鬆喔 這大使我真的很盡善啊 一講到行銷台灣喔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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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貴婦是蠻重要的 重要的談判啊 或者喜歡談的 先前前報餐可以丟在這裡 這是當時他們帶來的 好久沒有金子寶 我這樣看台灣真的還沒 現在在巴黎已經可以滿大 因為我們不斷的參加巴黎國際視頻 參加才有希望 你怎麼來的 我們還高興今天這麼難得在這裡 拿到台灣隊 以後你們要多來 好好好 我也是這樣 山褲你現在帶來這些 兩次 兩次 觀眾你們也有 你們可不可以 所以你看到這裡有一隻 巴黎的 阿不然我們要買葡萄酒 我們是在吃生命很好 所以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哪一天你有肌肉也試試看 味道還是特 生命可以買酒的話 我們要搶著台灣會喔 1 2 3 1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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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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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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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但台灣的外交固然好不好做一回事 可是也蠻有趣的 為什麼? 因為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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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你會看到 我們用什麼方式讓國際社會看到台灣 這一段就是經典的 這個我也沒想到 就是趙紮康在採訪我的時候 裡面提到我在法國工作 所以連舊友人到Youtube上去看到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完整版 國溫溝通的 這個是一萬人次點閱 Youtube上面有經典版 差不多裝了87萬人次點閱 前所未見 各位你看一看 我們一再強調溝通有多重要 我們通過不耐心去開場 去對話 你想想 我們能把它這個思維 精神運用到我們以後要做的 發展比起之間的互動 這個大家想考 我們幫你跟到台北的支援班 你從兩班到三班到四班 最後呢跟你們每鋪一班 各位 背後沒有實力的話呢 各位真心 我2015年六月 七個鐘後來 六月底的時候 已經拍的差不多了 他們當年在派一個 跟他們一起的團 十月到台北 又是超級的 努力一秒是有序的 你不努力就不會有機會 各位報告 我現在HC區的禮票 我也不賣手機 到現在為止 特別祈禱的時間 在經濟性的發動性 這個很重要 三十歲 四十五度 那個東國 一海三個東雙十八 唯 台灣人的鄉索 王上的 一波大巴一不甘 唯 三文天主 聽 你都不是 文革百年 愛情 阿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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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也將近一千名中小企業的老闆在秀場 那有人站起來來鼓掌 你演講讓半個人鼓掌不難 你讓他站起來鼓掌就蠻絕貴的 因為這個是國際會議的大平衡 將近一千名在秀場 你會覺得蠻多新的 因為市場非常熱鬧 三馬路是波達尼地區 第六四季的城市的小漁港 我已經能從北歐到歐洲南認識到腳點之一 這台湾不是在這裡第一次要到 而是在這個小貝林我進看到以前 他們找我制止的時候 最後呢 最後回頭結束就突然都醒過來 沒有 你看 剛剛那就是很法斯的優質 нар行的法斯的優質 我們現在有 268個政黨 八個約有20幾個宗教非常的欽貝 你知不知道 每年都數字熬 了 我计算了 3%的手機的手機 而是 手機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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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想 明年的你的手機 你一次性的手機 手機的手機 咱們 而且到你索尾上 小鏡頭也有接觸 這是RNT的象徵 我認為28%的數據 對各位看看對數據 對講究邏輯的法語來講 數據很有說服力 我們這些數據都經過考證當時的數據 我是硬被狂被下 因為我的數據不好 那我就不相信數據不好 被不了數字 因為我總會被失望 所以通常簡單有好處 阿菲氏 阿菲氏的留學者台灣 沒有 這裡要討大 這裡要討好 討論台灣 討論台灣 我們先等一位一位馬車 他在地區見馬車的目標 他在馬車上 會當安樂計劃的事 他會變 感謝你 感謝你 謝謝 這個是市長 這個是幫黨委會的商務主席 這是我們的經濟輔助長在作中 謝謝 等一下還有兩句話 聽來他覺得能說服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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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那是台灣 當然要講有趣的話 在我的節目之後大概不太容易 這一段要讓大家分享的是現在跟大家解說的背景 我們常常講說你平常要清雲耕耘 辦外交朋友在辦公室 包括我們處理也一樣,對不對? 我們如果有些計畫,我們要出去溝通 我們讓你移動知道 有機會你就去敲門,點多門的開 對吧? 好啦,因為我們在巴黎期間 我是不安於適合外交人 辦公室的事 我感覺很適合 我呢,不敢說很會開車 可是我在巴黎本六五年 就是六十五歲之後呢 馬宗陀在安特任多做兩個禮拜 所以呢,我在這半禮拜期間 把第一次去,第二次去 看到了,想到了,不敢做了 不能做了,做不出來 我通通做 結果你看到台灣跟法國實質關係的改善 但都不是我的功法 我的國家要不行 你給我三個嘴巴也沒用,好不好? 這是為什麼我剛剛一再就開始了 就跟大家報告實力取向 今天我們要談銀髮組的就業 今天我們要談跟年輕人合作的互動 你沒有實力,我請問你 你怎麼做的呢? 我們剛剛講辦外交三大兩件 第一,國家實力 國家實力 包括國防、外交、科技、醫療、衛生、農業、文化、藝術、國際參與、國際能力… 最後是什麼? 國民素質 國民素質是什麼? 國民的教育程度 國民的世界觀、守法程度 就是民主的素養 國民對公民、社會、官欺的程度 國民對自己的信息 而你的信息是來自你的實力 這樣加起來叫做國家實力 第二,不能與相情願 關乎悲情主義無用論 你請的這台同經理 你幫我幫我告訴各位 對其他國家的黨叫做透霧幾聲 所以你有實力 你找悲情都不會來 這是為什麼你在國內 看到我們在國際參與的時候 要謀化悲情主義化 一段要用處都沒有 甚至你會覺得 你這是在鬧就對了 我們一定要這樣做嗎? 在說中華民國你想一想 法國人怎麼看台灣 後面台灣很厲害 你們有香港、地東、登革路、 台風教、歷史報告、賠償咪 你們的國家又這麼厲害 超級勇 甚至於說 法國朋友的跟我說 欸,老闆你不知道 你哪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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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你想一想 你們在立法院 被學生到底二十四天 沒有發生政討 你們 不好意思 你哪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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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個高 然後呢 他說 你看 你們國家政府處境 都被 國會被學生到底二十四天 竟然沒有發生政法 你們總理辦公室 被學生經濟去 你們社會這樣繼續運作 你們每月的經濟成長 每年還有百分之二 包括百分之一 就很開心 喔 這希望法國對人對我 告訴各位 這句話呢 一一聲援 一方面 前面那一段是對我們的敬佩 第二段呢 是對我們的無比的 人天天天 別說出來 一個國家 你沒有法治 你的名字就不會落實 在換國 你能想像說 學生 站到國會裡面去 你還給他 公 然後呢 你會先來 尊 各位 法國六千五百萬人口 佔全市的百分之一 他的總面積佔全市的百分之三 我們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面積佔全市的百分之0.05 但是你不必洩起 全世界還有四十五個國家 面積以台灣來小 所以來往不必洩起 我們的人口兩千三百萬 佔全球百分之0.32 反正就好 OK 算 對不對 然後呢 請你不要以為台灣是小國 全世界 如果比台灣還少的 一百五十五個 這樣台灣會不會 不會 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台灣 你想想 我們的國家可以 在五十年 六十年之內 讓國民的平均收入 從五十四點三歲 五十四歲 好了 到現在可以到八十一歲 讓國民的平均收入 增加三十歲 我請問你 我們要不要正式 今天如果沒有教育 台灣不可能成長到今天 今天如果沒有美元 而我們又沒有好好去運用它 今天台灣不會站起來 我們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度 GDT 排名全世界第二十二 這樣有壓力 GDP貢獻度是反正0.727 我告訴各位超級厲害 我在海地待過 海地待知道了 有海的地方 全世界有些平洋的國家之移 他還是全世界最平洋從以前 我們後面算過來的錢 都要信你之內 海地人對他羨慕得要命 我在那邊也是到處去演講 各位我在那裡 用五年一個月的錢 擔任公審跟擔任偷病 田田大叔 在那裡五年一個月 從那邊有生病 請你不要以為我天生弟子不生病 不是的 我是用半外交戒慎恐懼 實施注意的精神 來照顧我的身體 各位 你身體要不要好好照顧 那是醫 那是基石 後面你跟自己的年齡 你如果沒有醫 後面怎麼沒有 這是為什麼 我們除了不要讓你的健保 虧空下來 我們已經表現不錯了 那我們大家要過得快樂的生活 要快樂你就要生虧 年輕人不一定要跟你一樣 他為什麼要跟你一樣 你跟他都不一樣 你跟你老爸也不一樣 為什麼你要不要邀請你的兒子 你的孫子跟你一樣呢 對不對 這個呢就是你把民主主要 融到你的生活裡面去 那麼在這種情景之下的話呢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 雖然以前很窮 窮都給所有人 台風都不來 因為沒東西好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們呢可以貢獻 可以回歸國際社會 各位 屍蛇 給你跟你正中間的話 就來大老修 你今天台灣人民走出去 你想一想 164個 164個國家跟地區 給你免簽證 我不要說哪一個 你自己到國 沒有那麼多 我必講 那我們最重要就是 我們今天 生活的這些條件 生活的機能 你在台灣隨時可以 你的牙齒痛 你在放火的話 你牙齒痛 我們要先問看看 來醫生什麼時候有空 一定會 兩個月三個月 告訴各位 你對台灣不滿意 正常 為什麼 如果你四次都滿意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上帝長這個事業 你如果對台灣不滿意 我再靠一下說 你羅萬里 你就可以啊 你要移民到國外去的話 你請便 你就會辦法享受在台灣 沒有恐怖攻擊的危險 你7-11 我要買高鐵 我只要多花10塊錢 我10歲櫃也可以拿到票 我要去看 這個五月天的演奏會的話 是那個演奏 我也可以訂到票 講到五月天 我講一個笑話的願聽 有一年 他們要到歐洲來表演 我們在代表出辦一個記者會 我去擔任這個傳譯 因為是國際記者會 兼主持人 等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五月天的團長說 大使以後 我們五月天要改成為六月天 因為他把華人姓名為街道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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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呂慶龍像 這個名字大家有印象呢 就是我們的駐法代表呂慶龍 駐法長達14年 駐法長達14年 這六月中就要辦理退休 法國政府肯定 他會為台法文化交流所作貢獻 在巴黎近郊的街道用呂慶龍像來感謝他 呂大使成為台灣的外交媒體 這是一段的意願 我自己都沒想到 我自己就嚇來跳 呂大使在巴黎近郊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的傾向是真的 這是在醫院的時候採訪 各位醫院的大羊呢 像現在大概七度八度而已 所以我已經沒有拿下來 這副眼鏡就是我戴的這副 因為是自動會變色的 所以我不是招包去換太陽眼鏡 不是技術說明 眼鏡今天會變色 這是這條巷子 這是市長 這滿牽跑的 這右邊是市立體育館 這是他們的警車 這位是台中軍的華家 他在巴黎住滿41年 對我們的大使館 帶來出來非常的支持 雖然台大沒有正式邦交 但畢竟現場之市長 還是能肯定與金融所做的貢獻 市長來過台灣兩次 那麼其他每次呢 西里大師都接見過他 他在台灣的處境呢 非常的輕浮 那因為他的隔壁呢 住一位台灣的這個女婿 是越南籍 但不管喬伍人 他的夫人是師大藝術CPL 他的夫人是師大藝術CPL 那他呢 因為我們有活動 跟他的互動都非常好 他也非常注意我在法國做好一些事 因為我們是到處去演講 去行銷台灣 那我們在行銷的時候 有一點是你來認不認 這一點的話 給我們大家 是不是可以去思考的 就是我們要有想像力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行銷 如果告訴你 只有告訴你 單方的台灣的這個好那個好的話呢 我覺得這樣沒有吸引力 我告訴你 台灣是全球第18大市場 它的市場佔多少比例 各位行銷有沒有用 我舉正式的例子 我今天不講理論 我們到國大年地區 我們去行銷 2007年的第三次回去 2007年底 我跟那裡的地區主席 他擔任國務委員 擔任海洋部長的時候 曾經來過台灣 我們熟了 所以我再去跟他講 你要不要再回台灣帶給我們去 結果他帶了一個 國大年聯絡 就是專門促進經報 2008年年出來訪問 2009年中旬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資訊是 那個地區的 0.9%的出口市場是台灣 台灣幾個他們很多的農產品 跟魚類的產品 而1.1%的進口市場 來自台灣 各位行銷有用 當然有用 你不努力 就不會有機會吧 就幫大家忙 他不知道你 他怎麼可能跟你 有發展更好的關係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告訴我們 真的 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努力就有機會 那你一定要知道 大使你是怎麼來的 那我是我父母生的 我怎麼來的 這個不用問 我是嘉義縣打你堂場的堂場主義 各位 今天我們要美麗在座的年輕人同學 請你不要告訴我 你從哪裡出生 那重要 重要的是在你成長的過程中 你進了你最大的秘密 剛剛我們最人情的同學 表現得非常好 等一下要送那樣東西給你 剛剛本來我還想到說 你中文講得那麼好 已經頭頭似到 表現得那麼多 請你用英語再講 當然現在講你已經不用跳了 心跳又快了 因為我在法國期間 包括我回國以後 在大學裡面上課 如果我的國際學院的學生 是講英語的三個鐘頭 講中文的話就講中文 最後我都把個三十分鐘 二十分鐘 請同學自願的上課 要不然我就用電音的上課 把我今天講的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你想講什麼議題 包括法國也 我們都會看國際女士去談 你來用三分鐘講出來 重點有兩個 一個訓練你的組織跟溝通表達能力 第二個訓練你如何有麥克風 好啦 你如果講國際也沒關係 隨便你講 只要講三分鐘就好 你怎麼講都沒問題 包括那時候 忠祐姐我去哪裡做什麼 有沒有去託人家的幼稚之類的 隨便你講三分鐘 各位親愛的家長們 你們要不要回去要求你的孫子 你的兒子試試看 滑手機也許很重要 可是不要訓練只要十分鐘 練習練習 我出去演講的時候 都會拜託年輕人的老師 跟我一起出去 除了我漂亮的照相機給他以外 然後請他要看我怎麼去行銷台灣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都會告訴他 來 稍等你請你講三分鐘到五分鐘 議題隨便你講 高等教育男性的婦女參政 兩岸關係隨便你講 隨便你講 三分鐘我跟各位報告 我的同事第一個反應 老師我不要 為什麼不要 我從來沒有做過 你從來沒有做過 那你怎麼知道 你不做怎麼知道 你做不出來 我會緊張 我說你會緊張對不對 你會心跳加快 口乾涉脹腦筋 被口白 被划碼對不對 大師你怎麼知道 這些我都經歷過 那怎麼辦 第一個 你真的緊張的時候 你深入吸 告訴你自己 告訴你自己 I will try 然後呢 你會怕 你還不是我起來 我還不是說 台灣人的言論 Let's try together 各位 父母們 你要不要試試考 十分鐘 你早養三個小朋友 或者你天天 訓練早餐來十分鐘 然後念完以後呢 我都怎麼做 在拜光室都怎麼做完了 我用HTC的手機 裡面有東西寄 我想我應該倒了 可是我還沒經過他 那麼你們錄下來 錄下來 錄下來再聽一遍 然後你不對多人 這個虛實 對事 刪掉以後呢 你告訴他哪裡不對 可以改了對不對 就像我們剛剛這樣 你表現真的不高 我強烈的建議 你去考一招就考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強烈建議只是 一定要做的意思 然後呢 你知道嗎 再入一遍 我告訴各位 你努力就有機會 就行一下 我們在談刊子弟嘛 以前我小學 念初中的時候 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當小學老師 我就可以固定你到心神的票 那結果呢 當然 吃飯 那時候大人都想念 我沒有考上 我問考七十二分耶 很高耶 這實在是 因為背群嘛 有機會 官國人去見家中 然後我馬祖當兵呢 我是在馬祖當旅官的 我做三項事情 部隊的事情 不到四個都給我就做完 第二項事情 寫清書 寫清書 我用毛筆寫清書 然後呢 帶著台灣的A4的宣誓 一頁兩頁三頁四頁五頁六頁七頁 我在那裡美國深多的是 然後寫完就黏起來 折起來 碰到宗師去摸去 我那時候的女朋友 陷在我家裡最大 那看心智量戳出來打開 王帝趙燕可能在馬祖武力平安的一樣 寫清書 關掉下去 為什麼要拿你寫清書 不是我臭屁 我要訓練我的耐心 我要訓練我的靜心 安靜的靜 各位 麥克風在你前面 但攝影機在你前面也趕快心靜下來 這個可以訓練 這是為什麼溝通 大家都可以去努力的 還有第三頁 要見證我家的努力就有機會 我去馬祖當兵之前 我到行政院新聞局 拿一套介紹中華民國台灣的放資料 在馬祖當兵期間 我一天被五個東頭的發牌 我在中間 早上晚上 百天都不忙 只管念五個東頭 所以後來退伍以後 我去考外交通考 我去考江東部的 國際官方打友人員 發牌組第一年成立的時候 去兩個發牌組 其中一個就是我 我都考一次就夠 怎麼過了 我不知道 各位努力就有機會 有啥在哪 那結束之前 我們逛一段 大家看看 我們是不是可以 從外交生涯當中 我先講好 就不會我自己選擇 我是祝胖國代表處理學長 我們現在是在代表處前面 這是大理第七區大學街 78號前面 這是大學區 這一棟我們曾經建議 就是把它買下來 不是呢 因為在一個時段 猶豫來猶豫去 那到最後呢 我們想說 那就買別的地方 到最後還是滿場 這棟是租來的 1754年蓋的 我們明天上畢的大學 78號前面 看過 好地方 為半外交要靠實力 這個就是實力 你租那棟才是實力 你有那個能耐才是實力 這16個字呢 是我想出來的 那找國內的書 你租好家丁錦田老師喜歡 因為他表好你的忌諱 因為他表好你的忌諱 他都不要 他以為這是為台灣的 在巴黎 你看到這是學姐 這是大學的78號 冬天難得下學 剛剛我們看到的 白色畫面 這個是 這是大學的78號 這一段呢 看就知道那是我拍的 所以我送給外交部 再拍一張 這是 這是 7月16年 他無所謂 這是 五個 啤酒聯盟頒發 容易啤酒歧視的脫銜給我 一共有五個 還有兩個都市 幫這個小城市 幫發 這個容易公民的身份給我 有一次呢 第二個城市頒給我的時候 我問了市長說 市長我一年要加多少稅 他說 妹妹你喜容易公民 你那邊教學 他以辭職我會來 這是第二位的布袋希 第一位是 廖銀河老師送的 那我用布袋希 演講的時候 其實演講不會超過一分鐘 四十秒到一分鐘 但是你用布袋希去開場 用話語發音的話呢 我告訴過 還是有用 有一次我帶來跟我講 你不要那個布袋希 我告訴你那個 他就 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你這個布袋希 只有這樣一來一去 你不會翻邊抖 也不會不打 我也會好 你也會好 好 下一場也會講 你去開場 用法語發音 他沒有說要 不然我就失眠了 這位是我們的貴人 他前後來過台灣六次 每一次都帶新的朋友來 他不會講 我們好好經理 畫口對台灣不夠好 各位 努力就有機會 人家會肯定 這是把台灣的漫畫 推到畫口去 是我們做出來的 這是漫畫巴萊 這是賽德克巴萊 電言的前身 在漫畫巴萊 已經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六本台灣的漫畫 出版紅版 這個也不是外加部這樣做的 我們自己去敲門敲出來 這位也是 蔡國泰先生 他當然過世間 他懂得懂 他真的是一對不太行 後來不見 當然很難過 怎麼找也找不到 不是跟我講 大使這裡是巴黎 他們失分了 我說如果失分的話 我就祝福他不必找 這是我們的地下室 各位地下室你看 我們在這裡的話 有趣的地方站 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在地下室裡面 我們用 在地下室裡面 打羽毛球 這是我發明的 為什麼 我一定要提一下 因為在法國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戴茲穎大家知道 最近不是世界的球後嗎 我們在巴黎期間 所有的國內羽毛球界的高手 都來過法國 我們都接待過 我只要你們見面的 我都會跟他們見面 那這個 在地下室 有一年 這個法國的球 那個有防 羽毛球原本的主席 請我看球 請我看球 他就問我 大使你打不打 我說我打 在哪裡打 我說 這樣你帶出軟圈裡面 蛤 那麼好 大使快有羽毛球 不能沒有拖嗎 大使快有羽毛球 我壓他裡面來看看 各位 我們用兩個電線桿 那個燈桿這樣的 把網子掛在中間 讓我們用 扮外交精確的態度 打上半部 太高掉下來 太低會打到網 就打這上半部 你知道 那主席一看 哇一天啊 這超有趣的 各位 法國網球聯盟 全都來採訪三次 全法國只要是 網球聯盟的會 都知道台灣大使館 有一座這麼獨特的 這個羽毛球館 羽毛球館 最後呢 他們找選手來跟我們PK 各位 我一定不輸嘛 那輸有什麼關係 我用輸來廣結散 這不是很好嗎 各位 我們做什麼事情 都要廣結散的 那時間的關係呢 當然我剛剛也不必 跟大家多說 我有本事講三天三夜 今天呢 我們講這樣子呢 就是點到為止 以後如果有機會 各位 你要講故事 我也非常樂意 我們今天就有個報告 到這裡 因為下一場還有一個做法 謝謝 富士樂部